更新后速度有比较快吗? 以老阿贝的AMD引体来说 跑图速度并没有提升 这个是更新前的 花了4分44秒左右跑了5张图 更新后的 花了4分42秒跑了5张图 总共差了2秒 老阿贝觉得这应该只是乌差范围 所以更新对跑图速度影响不大 更新后在Script中的X、Y、Dplot 飞数值方面选择更加的简单 这个是更新前 点这边Stable Diffusion会秀出所有的Checkpoint 因为是用逗号来分开 要选择的时候就要很仔细 对老阿贝的老花眼很失伤害 这个是更新后的 这边可以点下拉式选单 只选择需要的 不需要的直接点它 SB就会将它删除 这边一样有贴上全部的按钮 只要这样点点点 真是太棒了 这功能老阿贝大推 更新后 权重调整好用吗 非常好用 这是更新前的 如果你要调整权重的话 就要先把它括号起来 并且放好数值后 才能使用键盘的Ctrl、J、D、键 来增加或减少权重数值 这个是更新后的 直接点一下你要改权重的关键字后 按下Ctrl、J或D、SB就会自动帮您调整权重 这功能也是大推 更新后的Extensions备份功能好用吗 超级好用 就这功能就值得更新了 这功能放在Extensions这里 更新后这边会出现backup、restore标签 这是更新前的 这边并没有这个标签 让我们点进来看一下 这个下拉式选单会记录备份储存的时间 这边是回复备份的按钮 这边是手动备份按钮 来选一个给大家看 下面就是Extensions备份的清单 来实作一次备份让大家看看 它的备份有分成自动和手动 我们先来试试自动备份 所谓的自动备份就是当你有更新到Extensions时 它就会自动帮你做一个备份 先来这边检查有没有可以更新的Extensions 先把其他的取消掉 假设老阿贝只要更新这两个Extensions 这两个是Open Post和Dynamic Prompt 确认好之后按这个按钮来更新 OK 更新完毕 先检查一下是否真的有更新 这两个Extensions目前已经更新到最新 只要这边有Extensions更新的话 SD就会自动帮您备份 来备份这边看一下 最上面这一个就是刚刚的备份 如果要将备份回复的话 只要选择您要回复的时间 再点Restore Selected Complete按钮 哦 对了 先来说明一下这个列表 如果这边可以选择要回复哪一个会更好 希望以后的更新可以让我们做选择 这边其他颜色的字是告诉我们这两个Extensions有做更动 OK 来按回复的按钮吧 这边会跳出一个警告 因为现在没办法让你选择要回复哪一个 所以它会重设所有已经储存的Extension版本 按下确定 为什么要跳出那个视窗让您做选择呢 老阿贝初期刚更新使用这功能的时候 恢复完毕后 Valacart老阿贝新登上去的Promit全部不见 还好老阿贝之前有做备份的习惯 不过最近这一次更新就没有这种情况发生 等了很久都没有动静 把命令提示资源拉出来看一下 还在回复中 回复完毕后 来检查一下是否有回复到之前未更新的状态 OK 这两个已经帮我回复到之前未更新的状态 来检查一下Valacart是否还在 嗯 还在 之前这一些全部都不见了 这个就是自动备份 手动备份就是在这边可以输入你要备份的名称 然后来按Save Current Config按钮 就会帮你把目前的Extension状态备份起来 剩下的操作跟自动备份一样 解决YBI与Stable Diffusion Session同步的问题 这功能好用吗 老阿贝觉得还不错 这功能来是一次给大家看 先来跑一张图 当你跑图的时候 其实Web UI和Stable Diffusion是分开的 所以当你不小心把Web UI重新整理 就会出现Web UI和Stable Diffusion不同步 因此更新后多了这个蓝色小按钮 点它就会再次取得与Stable Diffusion同步 同步后就不会出现跑完后在Web UI这边看不到图片的现象 不过这边的参数还是会丢失 可以点这个按钮把参数叫回来 除了重新整理之外 如果你不小心把视窗关掉了 也是可以用同样的步骤来恢复与Stable Diffusion同步 再来是Image for Image这里多了一个Rashify选项 这个就还好 在这边它可以让您调整缩放的倍率 就不用像之前那样还要调整宽和高 只是增加方便性而已 说了那么多让我们来开始升级吧 升级前记得一定要先把Stable Diffusion备份 这很重要哦 先来升级Python3.10.11 如果你的Python已经是3.10.11 请跳过这个步骤 请搜寻Python 点这一个 一到Downloads这边 往下选择Windows 点Python3.10.11这一个 确定一下您点的是3.10.11这个版本 往下找到Windows Store 64bit这一个 点它下载 按储存 下载完毕后 点开启下载档案 把AddPython EXC2Path打勾 再按这边的Install 安装完成后点Close按钮 按键盘的Windows加S 打开搜寻 输入CMD 点开命令提示资源 输入Python Version 并按Enter来确认目前的版本 版本确认无误后 就可以进入下一个步骤 升级Stable Diffusion Web UI 打开档案总管 来到你安装Stable Diffusion Web UI 在这边点滑鼠右键 在这边点滑鼠右键一下 输入CMD后按Enter 在这里面输入GIT空格PUFL 输入完后按Enter 如果你出现这样的错误 就是防火墙或是BPM挡住了 请检查一下您的网络环境 然后再试一次 已经在开始更新了 更新完毕后 回到档案总管 在这个档案按滑鼠右键选择编辑 在设定参数的这里输入这一串 输入完毕后 将档案储存起来 然后按滑鼠右键选择开启这个档案 哦 对了 这个先不要关掉 待会还用得到 这样就开始更新Torch 2.0 这边有出现一个红色错误讯息 待会再来处理 出现这一段表示Torch 2.0升级完成 点这边把画面往上拉 来处理刚刚那个问题 把画面调整一下 用滑鼠把这一段选起来 在反白处点滑鼠右键 就会复制这一段 复制完后就可以把它关掉 一样在档案总管这边点一下 输入CMD后按Enter 在这里面点滑鼠右键一下 就会把刚刚复制的那一串在这边贴上 贴上后按Enter 这样就会更新Pick的版本到最新 更新完毕后就可以把这个视窗关掉 再来把刚刚没关掉的笔记本叫出来 把新增的这一段拿掉 储存起来 这样就可以关掉笔记本 OK 所有的元件都升级完毕 接下来你就可以正常的使用 老阿贝在升级后多多少少都会碰到一些问题 不过官方一直有在做修正 如果你按照老阿贝的方式 将这些元件全部都升级后还是有问题 最后可以试试把显示卡的驱动程式升级到最新 打开Stable Diffusion Web UI后 把画面往下拉来检查一下是否有更新完成 Python 3.10.11 Tuck 2.0.0 这两个没有问题 再来看看Extensions有没有多出backup restore选项 有 这样就升级完毕了 官方这几天还不断的在公布新的升级 老阿贝一开始是安装这一个版本 遇到了一些问题 前几天升级了1.1.1版本 用了几天在老阿贝的电脑上 目前还没发现新的问题 作者在这边又预告更新的版本 又新增不少东西和修复不少问题 这次算是一次大更新 所有的更新都有风险 如果您想要尝鲜的话 记得一定要先备份再做更新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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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啦 讲了三次了 就知道有多重要了 以上是今天的分享 如果影片对您有帮助的话 再记得帮老阿贝订阅 分享加按小铃铛哟 谢谢大家 祝健康快乐 老阿贝下台一句功 我们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